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小天山 本空遍天何时子 所谓 皇昏今晚霞 黄昏今晚霞 独行无牵挂 太瀟灑 无闻世间愁恨若长 江湖一句话 心得正邂逅 一人风都偏偏出去流向月光山春悠悠凉 晚风吹潮入海浪 来啊来啊哭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走 狂音高歌 双快唱 狂音高歌 双快唱 滑下风流 花不花无常 不在意的伤 就在乎爱我怕 姑娘问的是音乐吗 恭喜姑娘 是弄欲吹销上上之谦 根据签文所指 姑娘应援天早定 三月后清明一过 定能红丸高照 一定能找到如意夫君 这么多 虽然是一派胡言 但我听得开心 当然多给点了 走吧 怎么不说话 因为你不让我问 不问问题 也有其他的话可以说 没了 真的没有了 其实我本来想问你 为什么你说那个妙柱的话是一派胡言 难道你那么清楚自己的命运 难道你那么清楚自己的命运 可是你不让我问 所以我就没说了 这个算不算问题呢 你可以选择不答 我们到现在才发现他 可见来人是个高手 可惜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偷袭高手 绝对跟狗没有分别 前辈是 松山派松山剑手 原来前辈就是人称剑至尊的松山派松山剑手前辈 算你们还有点引力 就算你化成灰 我也认得你 楚柱香 拔出你的小李飞刀 既然你已经是李寻宽的船人 你应带他出寨 今天我正式来比武 争夺兵器府的第一排名 实不相瞒前辈 对不起 在下有伤在身 不宜妄动真气 今日不宜比武 还是改天吧 你太看不起我了 出招 闪 咒 西虎 你的机会很乱 不要再问 先回客栈 好 此事关系到中原武林的名誉 大师 你要出来主持一切 是朝鲜武术 是个女的 她的后人果真未死 心痛 当年的事我们绝不能流传出去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年 我们没有斩草除根 今天 我们不能一错再错了大师 一错再错 我们现在还不认识一错再错 当年之事 心痛身魂至今 时不想再杀余孽 杀一个 是杀你 杜杀一个也是杀你 难道你要亲眼看到少林寺的百年情侣混于一旦吗 是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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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吗 那边有人摆喜酒 是杀佛 是杀佛 我们进去吧 我们不需要回客栈吗 这不就是客栈吗 来 来 二位是 我们刚巧经过这里 见你们正在办喜事 所以正来 敬新郎新娘一杯酒 我们家酒太微薄 如果不嫌弃的话 请过来喝一杯 别客气 来 来 坐吧 一块坐 相信这些足够你们找一家体面的酒馆 吃一顿好的 今晚我们想留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希望你们可以让出地方借个方便 我们就不客气了 你们慢用 今晚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栈 你这样就把他们送走 会不会有点 今晚他们能够好好地享受 相信他们也没有意义 何况在这大喜的日子 给新娘子好一点的待遇 这也不是坏事 我想大概试吧 我们进去吧 能够每天这样过 就算粗糙淡饭 我也心满意足 人生还有什么遗憾 人的一生 遗憾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就像我答应了师父 又改变小李飞刀不祥的宿命 可是现在的我什么也做不了 李循环不会怪你的 因为错不在意 你怎么样了 休息一会儿就会好得很多 其实在你心里面是不是有很多问题想问我 我想我对你已经够了解了 不需要再问问题 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三个问题 很不公平 你今天开不开心 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我敬你 如果有一天我已经不在了 你会不会记起我 你会不会记起我 会 最后一个问题了 你要好好真修 好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你想不想问我一个问题呢 不用了 其实所有的事情 我都已经知道了 你 这批师父出最后一刀的神秘人其中之一 一个人 或许可以易容打扮 但是你身上的香味 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得了的 对不起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所做的事 因为我相信 你一定有你的理由和苦衷 而且你也可以不告诉我 因为我跟你一样 都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死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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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还是用双剑来的自在吧 我说的没错是不是 苏三剑手前辈 你怎么会知道 我还知道 用赤链爪的是赤银门的顺天行 用无击掌的是吉珍派的忠良道长 用无量神拳的是神风门的项问空 还有 还有长生门 林家剑 双子帮 翻手一刀等各路十八门派的掌门 当然少不了的就是少林的心通大师 心通大师 其余的为什么不放下面纱 是不是怕身份遗漏 以后很难再武林立足 在下真的想知道 各位为何一定要置我们两人于死地 其实他们的目标是我 什么 当年就是他们在渡头逼死我爹 独孤一郎 这些人 心通大师 这是真的吗 阿弥陀佛 请原谅老衲一时糊涂 误了施主的一生 你随便一句话 可以换回我爹的命吗 事情到了这个地 我也没有面目再逗留此地 只要施主一天想找老衲算账的话 少林寺随时吼叫 今天我要替我爹报仇 要凭你这魔女 西湖 如果没有你们 我爹就不会死 如果不是你们 就不会有今天的宋西湖 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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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 洪秀 田儿 你们都知道了 田儿的医术是大姐教的 大姐还可以活多久 大姐最清楚 不 田儿一定会有好大姐你的病 我们绝不会让大姐有事 大姐身上的伤是应得的 这一回怎么躲都躲不了了 不 大姐医术通神 一定会想到个好办法 医术通神 但毕竟不是神 总不能逆天行事 现在大姐最担心的 就是你们两个 大姐 我和田儿两个孤儿 等你收留以后 已学了不少本事 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 真的不用 对 你放心 我们 我们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难道好人就没有好报吗 大姐 你伤得半死不活 楚大哥又中了乾坤圣水 老天爷 你到底有没有眼睛 平儿 你们的楚大哥未必会有事 真的吗 扫心虎 你快点出来 我知道你在里面 不要再做梳头乌龟了 快出来 又是那个蛮不讲理的苏蓉蓉 让我出去教训她 红秀 不要 扶我出去 大姐 你都伤得这么重了 让我们把她打发走 不要 是不是不听大姐的话 是 大姐 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 找我有急事 你少在这儿跟我装傻 我先杀你再说 苏蓉蓉 你可不要欺人太甚 我欺人太甚 我跟她根本无冤无仇 她不但偷袭我 还把那个姓楚的给抢走 你说我欺负你 是指我伤了你 还是把楚流香给抢走了 你把她带到哪去了 什么地方都没去 只是跟她过了一晚 你不要脸 你 喜欢一个人还讲什么面子 怎么样 心痛了 怎么样 我知道 你这是故意说出来气我的 我知道没有这回事 这不是真的 你跟我说 说这些都是假的 你说 你不说我杀了你 看来你喜欢上了楚流香 我喜欢她 我讨厌死她了 讨厌的为了我跟她过了一晚 就要把我给杀死 我 我 算了 有你陪着楚流香 就算我走了她也不会寂寞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田儿 快点以金针度饿 为我施针 不行 不可以 要救你楚大哥就只有这个办法 但是 难道大姐最后的要求你都不答应 但是 但是 田儿 这次就听大姐的话 大姐 她怎么样 什么是金针度饿 大姐要死了 大姐的经脉已经全断了 她一直是靠药物在维持性命 这金针度饿之法 可以激发人体的潜能 让快要死的人武功完全恢复 但是 一口气耗尽之后 就是游进登库之时 她这么做 就是为了救楚流香 能够救楚流香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一命换一命 用我现在这条命来换她 算是赚到了 我这是越来越不明白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女人 一个不值得去爱的女人 苏姑娘 我们相识一场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你 我只希望你记住一句话 当真心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就要好好地珍惜跟她相处的每一刻 因为没有人知道 下次分离之后 是否还有机会重逢 你愿不愿意为了救楚流香 出一份力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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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你是谁 你为什么拦着他 我在问你 西虎 老周童你搞什么鬼 刚才大姐为楚大哥运功疗毒 如今他都把毒运到自己身上了 别说那么多了 快去追西虎 快 快去追召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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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胡 细胡 我求求你 杀了我吧 这种痛苦我实在受不了了 细胡 你不会有事的 不要啰嗦了 快动手 不 我办不到 我下不了手 我只求爽快一死 你看见我这么的痛苦 你都不帮我 我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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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看到了 我将会劈开入战 我一生都暧昧 我不想要死得这么的难看 难道 难道你都不可以成全我吗 你不会死 我不会让你死 乾坤圣水的毒一旦发作 大裸金仙都救不了 难道你真的以为我可以救得活吗 我 都怪我害了你 我身受重伤 离死不远 可以将你的毒移到我的身上 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可惜只能延长你三个月的寿命 我希望你查到绅士以后 倒选冰宫求取解药 那我就是死了也都是值得了 可 可是 可是怎么 你为什么都不帮我 我 我永远 永远都会恨你 楚大哥 老郑郑 老郑郑 老郑 老郑 我求求你们 可怜我吧 帮我 帮我 我好痛 走心服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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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起来 红笑 田儿 你们两个乖 你们帮大姐 帮我 大姐 田儿 田儿一定会医好你的伤 大姐 我会医好你 你相信我 大姐 你先跟我们回去 回去我们再想办法 你 你不是很想杀我吗 你帮我 你就想想想我以前怎么作弄你 怎么样的可恶 就一刀杀了我吧 我下不了手 你连恨一个人都不会 怪不得你喜欢的人 只会喜欢我 只会喜欢我 你这辈子 永远都在我之下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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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我累了 我累了 我今天就交给你照顾了 刘香 对不起 你没有对不起我 可不可以再答应我一件事 好 劝劝我哥哥 劝劝我哥哥 他 他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的事 是对 还是错 好 我答应你 西湖 他 他 他 你怎么可以伤了他 天哪 主 九龙虾从来都不会伤人 结果他就骗人 他 他 洪秀 天儿 你们给我带淹没在身上 有 西湖的眉毛乱了 这样上路 他一定会不开心的 西湖 你知道吗 我曾经暗暗盼望 有朝一日 我可以日日夜夜陪在你身旁 可是这一次 是我第一次为你画眉毛 却从此天然有格 老头头 他就送他上路的时候 不好 我想多看他一会儿 你这要是何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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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每天都在你身上会 你这要是何苦 你这要是哪里面的地方 你这要是何苦 你这要是哪里面的地方 你这个是哪里面的地方 你这要是哪里面的地方 正好,我以后只需铭记着西湖那股香味就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你知不知道老抽虫比我们更痛苦 其实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暗恋宋西湖 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死在自己手上 那种痛苦又谁受得了 那他怎么还吓得了手 那是情势所逼 不得不这么做 当时你也看到宋西湖他多痛苦了 我们就是缺乏老抽虫那种果断跟勇气 你不用替他讲好话了 我不是替他讲好话 难道你想看那宋西湖一直痛苦下去到此为止 老抽虫这么做也想帮他早日解脱 你不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 好 我们就为宋西湖的死来干杯 你说什么 人生就是应该及时行乐 我们俩是不是也该 你夏流 对 我是夏流 你这巴掌打得好 你这巴掌制止了我的乱性 就像老抽虫那一道解脱了宋西湖的痛苦一样 你还记不记得那一天 我们每个人都六神无主 我们既然救不了他 用话对不起他 有谁能体会他身上的痛苦有多厉害 你最好自己想清楚 好 好 楚大哥 找到那个慕容九 就真的可以知道你的身世了吗 师父临终时是这么交代 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 那这个慕容九到底是什么人 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个男的 据说曾是聚精邦的第一号舵手 驾船的技术无人能比 但是在二十多年前突然失踪 原来是受了李炭花所托 为楚大哥保管绅士之谜 究竟我的绅士有什么特别 还有人来保护这么紧张 好了 可以安心上路了 你去哪里了 你们看 怎么回事 脸上猪了一掌 这是一个美人留下的印子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这只花蝴蝶不会是真的去采花了吧 是啊 而且还是一朵芙蓉花的 你是不是去见那朵带刺的芙蓉花 你找芙蓉蓉干嘛 主流香 你给我站住 好了 有刺的芙蓉到了 你自己问他吧 你给我听好 我一直在听 我曾经说过 如果你伤害宋西湖的话 我绝对会饶过你 记不记得 你想救出我吗 请动手 我先要你接我三招 而且不准躲 好 来 这一巴掌 我是为了宋西湖打的 因为你不顾道义 连救命人你都杀 这一巴掌是为我打的 因为我看不过去 这一拳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只是我打得舒服一点 你舒服了吧 现在还差不多 如果你没打高你还可以再打 他挨打的本事可是天下地利 你以为我是那种不明事理的笨蛋 我刚才如果不打他 我心里不舒服 但是现在打完了 我就没事了 好了 既然你不再恨楚大哥了 我们就一起上路 你要我跟着他 既然你还没找到你的一夫一姐 那就把我们当成伙伴 一起上路 对 你不是要跟着楚大哥 是我们要陪你一起作伴 是我们要跟着你 不是你跟着我们 不然 就让你们跟着我吧 还不快走 就算是我们跟着你也要走这一边 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 当然是帮你说好话了 否则刚才那三招取你狗命了 有次的芙蓉 极品 你好好的珍惜 极品 请问阁下是不是慕容九前辈 你们找慕容九干什么 是家事要我来找他的 楚大哥 你快给前辈看看你师父的标记 我等你们 等着我头发都白了 今天总算是功德圆满 来 跟我走 我一直保管着他 就是要等候李探花的船人 我要亲手还给他 你说这艘船是给我的 对 李探花说你的身世就隐藏在这条船里面 这条船我每年维修一次 至于里面的布置跟以前一模一样 另外还有些什么秘密 你自己去找寻 这么多年你老人家一定知道一些 不管我的事我一概不理 无论如何这么多年谢谢你了 不用谢 我败在李探花的刀下是愿赌服输而已 现在船已归还 我的责任也完了 楚大哥 不如我们先四处看看 对 说不定可以找到你绅士的线索 我败了 真好 你们看 看来这艘船上经历过不少打斗 这修补可是很贵的 看来你的身世一定很曲折离奇 这叫做千山渡吧 千山我独行 你从选选选来去 这艘船现在是我们的家了 因为我们早已有了师父关系 如果不是有李家的独门武功心法 你想想 你的轻功可不可以成为天下第一的道帅 求你受了他为徒 教他武功 好让他日后可以亲手报仇 当时 你只是一个抱在怀里的婴儿 但是我发觉你的根骨奇佳 是练武的好材料 吃饭了 不吃就是不吃 把我绑起来 我还是不吃 肯定就打开了 薛大人 打开 刚才你有些朋友来过 应该是来救你的 我看是楚刘湘跟苏蓉蓉 可是他们不知道 你跟你爹已經不在这了 我爹的确已经走了 如果不是你突然出现 那些不知所谓的狱族也留不住 那可奇怪了 怎么你爹会把你留在这 他不会来救你呢 第一 通门的规矩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管 即使是你的亲朋好友被抓了 也要自己想办法逃出来 不能连累别人 我爹是偷神之神 怎么可能自己破坏行规呢 第二 我爹对我有信心 他知道什么地方也留不住我 那现在为什么你还在这 薛义仁 要不是你三番两次的阻止我 我现在已经在外面逍遥快活 哪有时间在这里听你说风凉话 你一次又一次跟我作对 你到底有何居心 我什么居心也没有 只不过刚才跟皇上讨论了一些建树的问题 常跟他讨论的 我觉得很无聊 我情愿留在这里 你可以陪我打发时间 亏你是天下第一件 尽量做这么无聊的事情 天下第一件就不能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吗 你 省省力气吧 吃饱一点 不然待会连跑的力气都没有 你说什么 我可以走 对了 因为我明天有点事情要回薛家庄 但是我知道这里除了我之外呢 还有谁可以守得住你 所以你一定会逃 那我当然留着肚子去外面吃好的了 等等 你耍我 我告诉你 我是明天回薛家庄 不是今天晚上回去 如果你能够跑出去的话 也就是我守不住你 传出江湖 我多没面子 如果等你走了我才走 传出江湖 人家以为我司空性而逃不出薛一人手掌心 我也没面子 你真的决定今天晚上走 没错 好吧 我给你三次机会 如果你能够跑掉的话 我就回去跟皇上说 赦美你和你爹侵犯的罪名 一言为定 请吧 你不要后悔 论剑术 我当然比不过你 不过论轻功 你就吃成了笨 剑术要灵活运用 首先要做到的当然是轻功配合心法 在这方面我下了不少的苦功 不一定会输给你 那就是说如果我轻功赢得了你 你就让我走 你的第一个机会 特别要后悔 看来你的轻功已经输给我 那就比高度 看我的汉地拔葱 你的第二个机会 我去看看没有天下递劲你 嘴报留住 你平时想笑的吧 好 难怪笑得这么难看 我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故意也没关系 你出手 你出手这么狠 当然会有死伤 剑在人在 你的配剑断了 你还不自禁 可是这把剑不是跟随我多年的那把 我对它没有什么感情 不需要为它自禁 两次机会就没有了 只剩最后一次 希望你好好珍惜 不然的话就会天劳多待一晚 好 我就和你再比一次 如果你输了 你可放我走 你说 剪刀石头布 什么玩意儿 没玩过 剪刀石头布 没玩过 真的没玩过 连剪刀石头布也没有玩过天下第一剑 真是不当也罢 如果只会浪费时间玩剪刀石头布 我怎么当天下第一剑 你总有你的道理 没关系 我教你 当我数一二三的时候 大家一起出拳 听清楚了 石头引剪刀 布引石头 剪刀引布 明白了吗 开始了 我说一二三 一 二 三 没事吧 司空姑娘 玩剪刀石头不需要内力的 是吗 我不习惯用这种方式来做决战 要不要再来一次 当然 不需要内力 一 二 三 我赢了 我赢了 我赢了天下第一剑 我是天下第一剑 你怎么了 我从来也没说过想不到输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不是这么认真 这种事情慢慢练习就有进步的 好好练一下 我们以后还会不会见面 只要你不是一见面就找我进天了 我想还是有机会见的 我可以走了吗 你去哪里 不知道 找我爹吧 谁人 其实有时候你笑起来也蛮好看的 i know i know i know 我 太温柔 我是起火的雨走 随着你云游 藏在烧尖尖 躺胸口 一口口都是仇 忘了我的歌 忘了我 没有自由的自由 没有人等我 生命太疼疼 太寂寞 也可以过得 过得很狠 流行的眼眸 太温柔 我是起火的雨走 随着你云游 藏在烧尖尖尖尖尖尖 一口口都是仇 忘了我的歌 忘了我 没有自由的自由 没有人等我 生命太重重 太寂寞 也可以过得 过得很快乐